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后果影响 核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和平的希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冷战中的古巴导弹危机和威胁的升级 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简直就像是一场国际政治的真人秀 只不过这场秀的赌注是全球的生存 1962年 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 古巴 那时 古巴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苏联的赫鲁晓夫联手 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 仿佛是在给美国的肯尼迪总统送上一份惊喜礼物 想象一下 肯尼迪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 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古巴的快递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枚核导弹的模型 附带一张卡片 祝你好运 亲爱的邻居 这可把肯尼迪吓得不轻 毕竟 古巴离美国本土只有90英里 相当于从纽约到新泽西的距离 简直就是隔壁邻居的核威胁 在这场危机中 双方的紧张气氛可谓是剑拔弩张 美国决定采取封锁措施 阻止苏联的船只向古巴运送更多的导弹 可以想象 海军舰艇在加勒比海上巡逻 像是在进行一场海上捉迷藏 而苏联的船只则像是试图偷偷溜进派对的闯入者 有趣的是 危机的解决并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战争 而是通过一场秘密交易 美国同意不再入侵古巴 并且悄悄地将其在土耳其的导弹撤回 作为交换 苏联则同意撤回在古巴的导弹 就像是两个小孩在操场上争夺玩具 最后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这场危机不仅让世界看到了核武器的威胁 也让各国意识到冷战的对抗 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游戏 而是需要智慧和策略的博弈 正如肯尼迪所说 我们必须以理智和耐心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以武力和冲动 所以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冷战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危机中保持冷静 寻找解决方案的生动教训 毕竟核威胁的升级可不是开玩笑的 谁都不想在邻居的后院里发现一枚核导弹 尤其是在周末烧烤的时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1962年对峙紧张局势的加剧 1962年世界正处于冷战的紧张氛围中 而古巴导弹危机则成为了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想象一下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舞台上如同两位斗牛士 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冲突 这一年事情的起因是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与苏联的紧密合作 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 距离美国本土仅有几百英里 想象一下正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里喝着咖啡时 突然发现窗外有一架苏联的飞行器在他家后院晃悠 心中那种 这可不妙的 感觉可想而知 在这场对峙中 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如同两位棋手 互相试探着对方的底线 肯尼迪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像个严肃的父亲 告诫美国人民要做好准备 甚至准备了核战争的应急计划 而赫鲁晓夫则在克里姆林宫里 试图保持冷静 心中却可能在想 我是不是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有趣的是 尽管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军事调动 但在这场危机中 双方的沟通渠道却意外地保持了开放 最终经过几轮紧张的谈判 双方达成了协议 苏联撤回导弹 美国则承诺不入侵古巴 并秘密撤回在土耳其的导弹 就这样 世界在一场冷战的棋局中 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热战 这场危机不仅让人们意识到 核武器的威胁 也促使双方在危机后 建立了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 比如热线电话 以便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下 能够迅速沟通 可以说 1962年的对峙 不仅是冷战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也为后来的国际关系 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所以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不禁要问 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多一点幽默感 是否能让局势变得更轻松一些 毕竟 有时候 笑一笑 十年少 或许能让世界少一些紧张 多一些理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核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和平的希望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后果影响 核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和平的希望 听起来很严肃 但别担心 我会尽量让这个话题轻松一些 毕竟 核武器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快餐 首先 核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实际上就像是国际社会 在进行一场复杂的舞蹈 想象一下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像是在跳华尔兹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生怕踩到对方的脚 签署协议的背后 往往是无数次的谈判 妥协和一些 你先让我一步 我再让你一步的 策略 在历史上 最著名的核武器控制协议之一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它的签署可以追溯到1968年 想象一下 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的紧张气氛中 核武器的数量 如同快餐店的汉堡一样 层出不穷 各国领导人意识到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可能会有一天 核武器的数量 会多到联合汉堡 都能做成一整座山 而签署协议的后果 往往是希望的曙光 比如 NPT的签署 使得许多国家承诺 不再追求核武器 转而专注于和平与发展 就像是一个曾经沉迷于快餐的年轻人 突然决定要吃健康食品 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未来 当然 协议的签署 并不意味着 一切都能顺利进行 就像是你和朋友约好 一起去健身房 但总有一个人 会在最后一刻 找借口不去 国际社会中 总有一些国家对协议池怀疑态度 甚至选择 我才不管你们呢 我要自己搞核武器的 态度 这就像是一个人 偷偷在健身房外面吃汉堡 心里想着 我才不怕你们的健康计划 然而 尽管面临挑战 和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依然是和平的希望 它让各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减少了核战争的风险 就像是大家在一起 决定不再打架 而是选择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虽然有时候 对话可能会变成争论 但至少 我们还在同一个房间里 最后 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核武器就像是一个 不受控制的宠物 签署控制协议 就像是给它装上了一个牵引绳 虽然它仍然可能会偶尔挣脱 但至少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它的行为 避免它给我们带来灾难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够像对待核武器控制协议一样 认真对待和平与合作的价值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严肃 别担心 我会让这个话题变得轻松有趣 毕竟核武器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在刚才的分享中 我们回顾了这个历史上 最紧张的时刻 1962年 古巴的导弹部署 让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向两位在酒吧里争执的邻居 随时都有可能把事情闹大 最终经过一场像棋局般的博弈 双方达成了协议 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核战争 这个危机的结局 不仅让我们明白了核威胁的严重性 也教会我们在危机中保持冷静 理智沟通的重要性 正如肯尼迪所说的 解决问题需要的是耐心 而不是武力 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幽默和沟通往往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 当然 谈到核武器控制协议的签署 这就像是国际社会 共同参与的一场复杂舞蹈 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虽然协议的签署 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能如愿以偿 但它无意为我们带来了和平的希望 就像是我们决定不再打架 而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虽然偶尔会争论 但至少我们还在同一个房间里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对古巴导弹危机有怎样的看法 或者你们认为 如果当时的领导人多一点幽默感 局势是否会有所不同 欢迎提出你们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在这场历史的探讨中 找到更多的智慧和乐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